大陸西亞人們 反對湯部 立根部是為新穎的 那些新穎人都會為新穎上街 我們的特首都是五千萬 好 那我們現在走去 正門馬來西亞人們 國陣政府立即下台 人民有權集會 政府無權貪戶 正門馬來西亞人們 人民有權集會 貪戶正門馬來西亞人們 雨傘運動和馬來西亞人們的 抗爭運動裏面可以看到 當權者的鎮壓不但沒有辦法消除社會謀害 反而只會突顯政權的專制本質 令人民的反抗意識更加堅定 其實馬港兩地的情況都有相似之處 立根部侵吞7億的責款 梁振英收受澳洲企業五千萬 兩個人都未引救下台 馬來西亞的選舉舞弊 買票成方嚴重 而香港區議會選舉 亦多次爆出眾票的草物 因此兩地的人民 對相互的抗爭甚有股明 更加可以互相鼓亡 互相啟發 我們香港人在過去那一年 經歷雨傘運動 深明推動社會改革 必須透過群眾的抗爭 付出甚至犧牲 所以我們一定會義無反駁 支持馬來西亞人民的抗爭運動 我們要求馬上釋放所有備務人士 停止打壓群眾運動 第二,立根部馬上引救下台 懲處攀副總理 人從條鋒 聲援馬來西亞人民 立即釋放所有備務者 立即釋放所有備務者 提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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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提抗 感谢观看